侦破了这个掳人勒赎案呢 这四名歹徒他们就组成了绑架集团 专门锁定南台湾家境风雨的一些企业小开 那么其中呢 有一人他还掳走了自己昔日老板的小孩 向家属勒索了有100万元之后才放了肉票 警方暗中跟煎 终于在一个月后在新北市逮到了嫌犯 这嫌犯百万赎金花道只剩下6000元 光天光人像 四名歹徒拿玩具箱和电极棒直接走进工厂 卢走企业小开 说要带对方去提款 接着要肉票打电话给家属勒索100万元 歹徒将被害人囚禁在车上 家属依照约定把钱拿到一家海产店的椅子上 也不敢报警 两小时之后拿到赎金的歹徒 把肉票丢在永康区永华路一带 开车逃逸 找工厂的这个少东借钱 有一份争执 少东就随着这些四名歹徒就上车 一两个小时之内就得逞了 警方获包之后低调办案 一路跟进到新北市逮到其中三个人 另一人在逃 100万元赎金不到一个月 被花到只剩下6000块 据了解 歹徒有一个人是通缉犯 曾经是肉票公司的员工 离职之后缺钱花用 居然把歪脑筋冻到昔日老板身上 他因为对南部的地区比较熟悉 在南部找寻一些作案的目标 无幸的角头再来策划 警方查出四名歹徒组成绑架集团横行台南 7月份也在永康 以类似的手法 犯下另一起鲁人乐熟案 现正全力追气 再逃嫌犯 记者郑怡轩 王少宇 台南报道